已經產生了三段三個SUB OK 所以有一個module 2 然後有一個門號公式 清除跟門號 所以最後的話 我希望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當然也可以把這三個按鈕給做出來 目前看起來應該不是 所以我希望這個 變成門號公式 這個清除 再加一個門號 OK 可以把剛剛那個按鈕 當然你也可以幾個選項 把按鈕delete掉重做 其實如果你不想要delete掉重做的話 直接按右鍵 重新指定可不可以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這個是門號公式 並且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改掉就可以了 其實他就會重新指定成門號公式 然後再來就清除 清除的話 不過清除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module 1裡面有個清除 module 2裡面有個清除 所以你要跟他講說我是module 2裡面的清除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點這個他就module 1裡面的清除 點這個 如果你說老師 那如果你說老師那可是我不喜歡module 1點 module 2點 有一個方法 不要用一樣名稱就好 比如說你那個清除 第二個你叫清除2算 名稱不要一樣 他就不會出現什麼module 因為他一樣的名稱 所以前面會多一個哪個模組裡面 OK我們用這個好了 然後剛剛的第三個 那第三個的話呢 我是建議如果說 像我個人習慣 我大概就是 不會重新插入按鈕 而習慣會拿上面這個按鈕複製 貼到底下 那你想說為什麼直接從上面貼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重新再拉那個按鈕的大小 很難剛好一模一樣 但是你複製貼過來改 比較容易 OK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然後把這個再移到上面一點點 按右鍵重新指定這個叫做 門號 然後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名稱改一下吧 這樣應該OK了 清除看看 沒問題 門號公式 看一下 這個是公式 清除 門號 門號就是 得到的結果就不會有那個什麼 公式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 執行效率 但目前看起來差不多 因為資料不多 可是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那就會差異還蠻大的 OK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這個地方 先 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 這一題也許先到這邊好了 那並且幫我開另外一道題 就是151 擷取瓜糊中置串這一題 OK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先試試看好了 這一題其實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它其實有A欄跟B欄 它其實有A欄跟B欄 那其實請你把B欄裡面的資料給刪掉 那其實這邊上面已經有公式啦 那這裡 等於是 預先有一些答案在上面 我們把它刪除掉了 那 這一題 應該可以看得懂意思吧 其實它是 這樣 就是 如果 我要把A欄裡面的資料 如果有刮糊 把刮糊裡面的資料幫我切到這邊來 OK 不是塗法煉鋼 也不是人工的方式喔 所以如果沒有 那就什麼都沒有 可是如果有刮糊就把刮糊帶過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提示啦 裡面 會用到總共有三個 函數 第一個函數的話用fine函數 還蠻常用到的 尤其是 你的 要取資料位置不確定的時候 用fine其實還蠻好用的 第二個的話呢 用ifl ifl的話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就是 找不到你要找的資料的時候 它會有錯誤 那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要如何再利用med 去把資料給切出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當然 如果你有更好的辦法 其實也可以不妨試試看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一樣在第一個單元 151 那個 擷取 八幅中字 中字串 要是 有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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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要是 有